嗨,大家好,我是折等等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来让我成为你关注列表的一个透明小博主 为什么叫折等等 其实这个词在特斯拉圈里就很有名 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等等党 我们是有很明确的购车意向 但是因为很多其他的因素 我们都需要再等一等等一等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是如何定义我自己的Dream Card 其实说到Dream Card有一个点特别重要 就是这台车肯定是我现阶段买不起 但是努力努力也能够买得起的这么一台车 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早在2016年4月1号 就是当马斯克带着他的Model 3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的那一刻 我就把我账户里唯一剩点的那点积蓄 然后以至于到现在 每一次特斯拉开这种车辆的新车型的发布会 我都会把一笔钱打入特斯拉的账户里 作为一个无息的存款 那其实呢就是为了确保我能买得起Model 3这个东西 基本上特斯拉官网的Model 3的订购页从他开启的那第一天起 就被我无限次数的点开去选配各种各样车型 去比较任何的价格 我甚至把它拆成了每个月我要攒多少钱 然后攒多少个月我就可以买 我甚至细化到这种地步 其实我现在进来这台Model 3就是我们国产的第一批的Model 3 它是一个标准续航升级版 其实我当时的理由就是要等国产 但是现在国产终于来了 再也没有理由去等 Tesla's Elon Musk has big plans in China 其实说到Dream car这个东西呢 Dream car, dream car,你一定要做梦梦见 这里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我女朋友的一个聊天记录 就是特斯拉这个东西在我们短短的这几年的恋情里面 已经出现了很多 就基本上是每周都会出现特斯拉这几个字 然后呢这几天我也是 这几天晚上我也是跟我的那些特斯拉群友 然后基本上是跟里面的群友一样 基本上彻夜未眠的 因为最近特斯拉的股票真的是 就是让我距离我自己的那个Model 3越来越近了 哈哈真的特别的开心 啊 啊 这些挑战的 但是 现在我们正在工作 即使是在马上要2020年的今天 我再次坐到Model X的里面 也会被这种车辆的设计所震惊 这样的 这种直升机的玻璃 包括后面这种 门的设计实在是太酷了 虽然我知道这 里面在实用性上面都会有一点点欠缺 但是 对于我来说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这难道还不够 一个理由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产品才会吸引我 包括这样的大屏 你想这Model X是多少年前的产品 现在我坐进来还会依然的震惊 其实对于我来说 特斯拉不仅仅是台车了 就是每次我跟女朋友出来约会逛商场 只要碰见有特斯拉的店 基本上就会进去看一看 无论我对Model 3这台车是有多么的了解 多么的熟悉 我也会进来再看一眼它的 其实这台车发布了这么多年了 每次我再有幸的进入到Model 3内部之后 哇哦我真是觉得这台车就是为我造的 或者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车 这样的才叫车 真是太疯狂了 那其实我喜欢特斯拉的程度 就跟我当时看到了iPhone4发布一样 我会特别激动特别乐意的 把这台车去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同事 所以基本身边的朋友基本上被我忽悠的 就或者说是被我烦的 然后就该提的都提了 现在就剩下我没有提Model 3了 甚至我亲自也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新造车的行业里面 去来了解这样的产品 去设计这样的产品 然后随着我工作的年龄的上涨 基本上我把我的人生目标 从我要设计一个更加优秀的HMI 变成了我要买一台特斯拉 其实这块屏幕我确实是特别的熟悉以及了解 怎么说呢就是 多了就不能再说了 我真的好喜欢这台车呀 所以其实毫无疑问的特斯拉Model 3就是我的Dream car 而且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明年给自己实现这个愿望 全靠自己 我是顶级云特斯拉特吹哲等等 欢迎关注点赞转发投币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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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